Hello 大家好 今天都是幫大家講脫蜜 這次找到來的是一個整形外科的醫生 Jonathan Salkin 很出名的整形外科醫生 整形外科其實都做了很多皮膚癌 所以對一些例如切粒蜜出來的程序都很有心得經驗 看了他這段片 就是做一個在嘴唇上面的位置的一粒蜜 是一個亞洲人來的 一個日本女士 一個年輕女士 一粒得出的蜜 大家都可以看看他的位置 那他有一個很正確的方法 就是將他整粒切出來 還有一個margin margin 即是說 如果這粒是有癌症的話 其實他在這個方法裡面都已經做了 就是沒有了粒蜜之餘 如果他有擴散 那連擴散的地方都 即是地區擴散 就切了 做一個切除 他不是一般人的做法 一般人就切出來 亂線 嚴謹一點的 拆鬆一點 undermine 然後就亂來 讓他的線 不用拉得那麼緊 這個醫生更厲害 做了一個叫做A2Tplasty 不是一個傷口 其實他還多開兩個 在嘴唇 唇線 還多開兩個傷口 聲稱 這樣的做法 是可以令到外觀更漂亮的情況 大家看到 說 都幾 叫做 巴閉 這個做法 的傷口 巴閉很厲害 正如我們 行內有個說法 大大醫生 大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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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如果你問到我 香港比較少人做一個 A2Tplasty 做一個小小的 都不是很大顆的脈 開那麼多的傷口 每一個切開的口都有機會引起一個疤痕 你開大了的箱口強硬拉起來 當然會比較緊一點,不太自然 但是大家都可以看看它這個做法 都真的挺誇張 開一個這樣的箱口 可以看看它做的過程 其實它用一些很幼的線來亂一個這麼大的箱口 其實你想一下,你看那層皮很薄 加上這個女士的年紀是比較年輕 所以會拉扯得很厲害 還會是Cut Through的這條線 Cut Through的這條線,其實箱口都是抹開了 拉起來是漂亮的一會兒 但是因為她年輕 她不是一個八十歲的老婆 她的皮膚是很緊緻的 所以變成做 拉起來之後其實是很... 緊張力量很大 你做不做A to T Plastic 其實那個緊張力量很大 那變成做 其實在拆線之前已經是拉開的了 就是那條線是Cut Through的 那條皮嘛,那條皮那麼薄 那條線拉一下就會... 那條線就會在那條皮那裡穿過了 所以變成做呢 其實End Up做出來的箱口 其實你看看紅色的印就知道了 紅色的印根本上是扯開了的箱口來的 如果這個箱口不是扯開 根本就不會有一個紅色的印 當然 所有包含慢慢都會遇合復原 但是 大家可以看看 它所謂最後 起碼三個月以上的圖片 看看 已經大部分的箱口遇合到差不多盡頭 當然可能還有一些改善 但是你看看這張照片 這個白色的位置根本就不是正常的皮膚來的 這些不是正常的皮膚就是一些拉開的位置來的 是沒有毛孔的 是吧? 如果它是真的用一個T Plaster 是可以將這些皮膚拉起來 皮膚對皮膚的話 其實你不會有些白色沒有毛孔的位置 是吧? 這些位置是有毛孔的 是吧? 女士沒有毛孔也有唇膜 所以基本上是 我又覺得 做一個這麼大的傷口 說真的就真的有點誇張 加上 在亞洲人 不同的白種人 皮膚容易有一些叫增生性的疤痕 有時候它平得到也挺肉酸的 挺噁心的 還有它很明顯這顆東西 我看上去不是很惡性那些 就算是很惡性的情況 除非你100%肯定是皮膚癌 但這個醫生是最後講 沒有說到它是皮膚癌 應該不是 如果不是太過肯定是皮膚癌 甚至乎都挺肯定 不是很皮膚癌的樣子 一個年輕的女士 年輕 還要女人 我覺得是可以做一個 叫做沒有那麼入侵性的治療 例如 不是整塊肉切出來 你可以 你看到嗎? 凸出來 批出來 批出來 化驗一下 看看有沒有癌細胞 是不是惡性 接著用激光做 這些位置我都做很多激光 激光脫蜜 用刀批出來 接著再做激光 那個癌就會好一點 好啦 那些人都會問 萬一真的生癌症 那怎麼辦呢? 醫生 不用怕的 就好像醫生一樣 再割 你用激光做完之後 你再去割 其實說真的 那個癌就等於你現在割出來 一樣 這麼漂亮 或者這麼肉酸 是不是? 所以 這個就是 我想亞洲醫生 和 外國醫生 歐洲、美國的醫生 不過 想法是不同 就正如我剛剛 之前有幾段片講過一樣 是一個醫學的保護主義 醫生不是很肯去承擔一些少少的風險的 就是 就是 就好像 有些少肚痛 都抓了你去照腸 吃到鏡 來歸鏡 照大腸 還要切開肚子來看 哇 肚痛而已 是吧 可能真的腸胃炎 是吧 搞這麼大鑊 是吧 所以 所以就變成 這個就是 我對世界各地 不同醫生脫脈的想法來的 讓大家分享一下 我講到今天為止 下次再跟大家講